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配机构叫做简称 英文简称是ICANN 它的话呢 授权给育民注册局 把这些育民 授权给育民注册局 然后育民注册局的话呢 再把这个育民给分 就是给授权给各大代理商 它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育民购买的话呢 需要注意几点 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的话呢 是育民管理权限 育民管理权限 为什么要注意这个育民管理权限呢 因为育民的话呢 它是要DNS解析啊 是吧 下面解析二级育民啊 三级育民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第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是育民的续配价格 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样的坑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育民啊 很多的那个育民代理商的话呢 它是为了要把这个育民 就是吸引客户嘛 所以说它就很便宜的卖 比如说一块钱注册 第一年 或者第一年五块钱注册 或者第一年九块钱注册等等 但实际上第二年续配的时候 你突然一看要200块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注意的啊 第三的话呢 是育民的转出价格和要求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呢 育民注册商之间的话呢 比如说A注册商和B注册商 他们之间这个育民转出都是很愿意的 因为这个关系到切身的利益嘛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说他们就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比如说这个要提交各种各样的证件啊 提交各种各样的要求啊 甚至说你设置了很高的障碍 就是不让你转出 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说的话 你对于这个转出的购买之前 你对于转出的这个价格和要求要看一下啊 啊 第四的话呢 是育民注册商的资质 就是说它是不是官方授权的 因为你如果说购买的时候 非官方授权或者在这之前有很多个人代理商的话呢 你容易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你买了买了域名以后 那么你买了域名以后的话就会出现 就是说你续费的时候 或者你域名想转让的时候 你找不到人了 对吧 这个就很麻烦 然后你这个域名就没办法 就扔在那了 是吧 这个就是域名购买的时候 这个四大注意要点啊 那么什么样的域名不能买 这里面呢也有点诀窍啊 比如说因为域名的话呢 它主要就放在网上被这个搜索引擎给收录嘛 它代表你们公司一个名牌嘛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域名不能买的 因为买了那个把那个 那个有问题的域名买来 你会有很多的很多的 就是后续有很多的问题嘛 对吧 那么首先第一的话呢 叫黑米和纠纷米不能买 是吧 通常黑米通常指的是被盗的域名啊 这类域名一般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陌生人在卖 对吧 第二是它是急于出手 所以它比市场价要低不少的 第三的话呢 它这个域名历史混乱 因为频繁变更嘛 所以说的话呢 它这个注册的邮箱啊等等 都是乱七八糟的啊 那么纠纷米是什么呢 纠纷米就是说 发生过诉讼或者仲裁等纠纷 并且纠纷未解决的域名 对吧 这类域名没有明显的特征啊 通常你要咨询一下 就购买的时候你要咨询一下 而且的话呢 你不要贪便宜 在买之前的话呢 你最好多查些资料 而且你最好是通过一些正规的平台 和正规的中介去买 你才可以离开这个坑啊 第二的话呢 被墙和被污染的域名是不能买的 啊 什么叫被墙呢 就是说被防火墙阻拦 或者被DNS污染的域名 是无法正常解析的 啊 这类域名的话呢 如果你买到手 基本上就废掉了 也不大容易出手 买多钱 买之前的话呢 尽量多查询 尤其是那个数字类的域名 啊 要查识没有问题 再下手 啊 还有的话呢 就是被搜索引擎 惩罚过的域名 是不能购买的啊 那个 也不是不能购买 就等于说是 它要很长的时间 它才能被 这个搜索引擎收录嘛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你再买过来 你要着急做优化 做推广的话呢 可能你要需要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是 不介意你购买的 那么这个被 搜索引擎所 惩罚过的域名的话呢 这个你可以在 这个搜索引擎的 惩罚域名的工具里面 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 就是一般它被 惩罚过的域名的话 它之前可能都是 比如说 做过赌博站呢 或者做过什么 一些非法的网站 然后的话呢 做过一些违规的事情 被引擎给惩罚的 那么这个域名的话呢 就购买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是这样的啊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关于什么样的域 域名怎么购买 域名购买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坑 谢谢你的观看 以你现在的薄金 还是想发挤了 对 你怎么还没想到 现在这种這子 被你担当过去 可能和煮没想到 有些习惯的 就是